这样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限制体操选手运动寿命的一大障碍 也正是处于发育期的体操选手感到最头疼的一道难题 那么对很多的女选手来说特别的麻烦 很多优秀的女选手就是因为卖不过体重这一道坎而不得不提前结束职业生涯 那么中国体操女队领军人物成飞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发胖了 好在她的竞技状态还保持的相当不错 体操馆里面成飞积极的进行着跳马训练 在奥运会之后成飞的体重涨了射筋 尽管经过减肥总动员之后有所回落 但与其他小师妹相比 如今已经21岁的成飞明显身材不佳 我想运动员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这个一个奥运大赛完了以后 可能他们稍微放松点体重自然会增长 我想这完全是合同情理的 我想再优秀的运动员到这个年龄段 他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吉鲁山珍介绍 陈飞目前应该说还是中国女队核心的队员 他在北京奥运会上没有实现跳马夺金的目标 留有遗憾 因此非常希望能够在伦敦奥运会上完成这一个愿望 但是要想坚持到伦敦奥运会 成飞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四年的时间对于成飞来说他必须要走好每一天 因为四年当中他完全有可能被年轻队员淘汰 记者中砚北京报道